DDR3相关的业者看待正向事况发展 因为库存消化告一段落 循环的孤地已过 所以明年的机体市场会显著的成长 比如说送餐机器人它需要到AI等级吗 不需要啊 全世界的3C不是一定非要用AI等级的高速传输 这样你懂吗 那因为大厂呢 把产能都慢慢转到DDR5去 所以原本的DDR4的产能供给就掉下了 一旦需求拉上来 可是库存又不够 那就要开始怎么样 涨价 那你现在手上如果还有DDR3库存的人 或者还是具有量产DDR3能力的公司 所以就有机会再迎接一波新的营收成长动物 金豪科的产品包括特定型的低润 最近的金豪科 11月有个高点拿到100出 近期收盘价的高点在97.8 如果未来机体价格涨势 有机会持续下去的话 那我认为金豪科挑战前波高 是很有机会的 环宇电台的听众 还有我们古海大丈夫YT频道的影音观众 大家好 今天的聊产业呢 开始之前先跟各位来review一下 我们这礼拜跟各位说了哪一些议题 第一个礼拜一我们跟各位讲了 这个英特尔要在14号发表Meteor Lake Meteor Lake的这一款晶片 然后我们跟各位做了相关的这个AI PC台厂供应链 那从组装的广达、英业达 英业达前两天是不是连喷两根涨停 因为英业达说他要开发自己的AI晶片 所以连拉两根涨停 所以我说看我们节目都有红利对不对 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那一集当中跟各位讲了高速传输界面 那高速传输界面呢 我们提了几档股票 详硕 然后普瑞加基 那加基呢 礼拜一的股价大概140 如果在礼拜二 我们礼拜一讲的11号 12月12号146到150 这个价格你都买得到 今天的大盘是不是不好 今天大盘不好 可是这一档加基来到159 那当然今天台面上 不是只有我刚讲的这一个 因为我们跟各位讲矽晶元 超级比一比 环球晶、中美晶、台胜科、合晶 昨天的费半大涨3点多percent 3点 3.4啊3.7啊 那照理说今天的台股应该要举国欢腾 对不对 可是其实没有 还是被我说中了 台积电开高走低 380以上的台积电确实压力很重 昨天外资买了2万多张 还是没有什么帮助 然后呢 但是今天的矽晶元、环球晶、秀兰姐姐 很给力对不对 我说我们这个爱心 一定要比给秀兰姐 从来没有让我们试惯过 环球晶的整个集团股 每年都是我们成家族同学的提款机 其实国具集团也是啦 同心店、国具 那环球晶跟国具两个 现在还是持续在做怎么样 股价拉锯战对不对 你610我也要赶上610 你到620我也要拼到620 你到630我也要再拼到630 这两家公司的股价 为什么会这么拼呢 我也不懂 可能他们有在偷看我们节目 因为我说科技女神我就只爱谁 秀兰姐姐嘛对不对 但是呢科技的懂作 我一生只关注谁 陈泰明啊陈董 OK 所以就这两个都是我们节目里面 最常提到的CEO 两家公司的股价最近在年底做张的时候都非常的给力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一家公司也是我们从9月11号到现在在环宇电台跟各位做分享的 那就是我们的台股的IC设计公司的带头大哥联发科 即将挑战千元大关 我说你如果买的是具有像我们台湾这种有互成和竞争力的公司 基本上你去年两年前去追债1200的联发科 这两年配了150块再加上1000块股价的话已经1150了 你快解套了 好礼拜一我跟各位讲了这一个我们刚讲说AIPC 然后我们跟你讲了细菌源 这两天是不是就跟各位讲了联准会降息会迎来三年的大多头 好那再到今天我要跟各位讲 我们要回来讲第二集的那些年我们跟记忆体恋爱的那些事 好来 记忆体呢 今天的记忆体表现也都不错 可是今天的记忆体已经不是我们之前跟你讲的群联啊 威刚啊 十全啊 等等的这个记忆体模组场 今天长的是怎么样 上游的精力 什么就是上游的晶片厂那个华邦店 南亚科 望宏 所以那为什么各位想说那连望宏啊 南亚科 华邦店这种股本这么大了 今天台股表现不怎么样啊 因为开高走低嘛 那为什么这几家股本这么大 股本这么大 反而现在资金来追捧这些个股呢 我们先来跟各位看一下 我觉得最主要原因还是记忆体的报价 已经落底了啦 当然我这两天这段时间你有听到我跟你讲说景气讯号黄蓝灯 大部分都在黄蓝灯跟绿灯 所以难得有蓝灯给你买 有蓝灯有低堪买值需买 那普遍呢 你就算是买在黄蓝灯里面又买在最低的蓝灯 那你还是有机会等到绿灯的时候 你可以赚到 那更不用讲说到这个红黄灯 黄红灯到红灯 有没有 那你现在回来看在这个报价一样 如果在落底的时候 股价才会有天天价嘛 那一旦产业已经闻到春宴来了 复苏的味道 即使营收还没赚到 还没上来股价就会先走了 因为股价永远是领先反应未来 三个月到半年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呢 各位我这边准备一张投影 那个PPT给大家说明一下 合约价 基底的合约价 吉邦预期说本季会进阳10到15% 然后明年会怎么样 会持续走强 有望再涨的话 5到10% 那在这当中 我们看到今天台面上的 有一些DDR4的 其实华邦店南亚就是怎么样 DDR4 最主要是DDR4 那除了DDR4 那还有DDR3 有没有 相关的业者 我们说他已经开始怎么样 看待正向事况发展嘛 因为 那个今天报导所预创认为 库存消化告一段落 循环的孤地已过 开始朝向怎么样 复苏的曙光 所以明年的基底市场会迎来怎么样 显著的成长 各位你记得预创在前两年疫情的时候 也是涨到91百 相近100的这个股价 它很久没有涨这么多了 那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一家DDR3的大厂 那就是金豪科 那金豪科报导是说 他们公司不断的推进他们自家产品的进程 不论在DRAM Flash 以及怎么样 MCP 什么是MCP 待会跟各位做一下说明 DRAM Flash 你都知道 甚至是SRAM 有没有 那现在公司开始怎么样 加速19奈米的DRAM记忆体的IC研发 然后也完成28奈米的Net Flash的产品的量产 另外它也开发车规用的立基型的记忆体IC 好 我刚刚跟你讲到说DDR3 DDR4 其实最近各位从今年开始爆发深层式AI 然后AI伺服器超级运算等等的时候 你都知道说灰达的超级运达里面有绑谁 绑HBM 高宽屏的记忆体 那高宽屏记忆体其实现在因为大家都要往高宽屏走 或者说现在记忆体从DDR4要进到DDR5 那国际大厂特别说Samsung 海力士 美光等等 这些记忆体大厂他们都要去抢高规 就是DDR5的这个市场 那他们的产能也都怎么样 往那边做怎么样 做移转 做移转 那做移转之后呢 整个市场只有DDR5的需求吗 当然不会啊 比如说你现在好像我用的是笔电对不对 同样一个笔电有从两三万块 甚至一万多就有 到六七万七八万十万都有 对不对 那我们前两天 我们是不是礼拜一的时候告诉你说 英特尔的AIPC 会先从高级商用的规格来推 那高级商用规格来推 因为你DDR5的晶片 而且现在量率不好哦 各位最近在涨细晶元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去做这个DDR5的这个记忆体 其实量率不太好 所以会大量的消耗细晶元 所以我想说细晶元会再引来 下一波行情就是因为 你现在走高规 大家的这个制程量率又不是很好 所以那细晶元会消耗很大 我说这些世界大厂都往DDR5去走 可是这个市场会不会不需要DDR4 或者更不用 或者更早一代的DDR3 会啊 因为有很多装置不需要这么快啊 比如说那个POSE系统里面 有没有记忆体 有 你们去餐厅点餐 你们到柜台都会有一个POSE系统 对不对 或者有一些工业电脑 这些工业电脑 比如说你们现在在车 在这个餐厅里面点餐 现在是不是有送餐机器人 那送餐机器人它需要到AI等级吗 不需要啊 所以其实这世界充满了很多 它不需要AI等级的 不需要AI等级的消费型电子产品 比如说你家里看电视的 你需要用到DDR5的记忆体吗 不用啊 或者说现在有一些医疗设备 需要用到DDR5吗 不需要 DDR4搞不好都已经超过 就可能连DDR4都不需要 只要DDR3就好了 所以各位 全世界的3C 不是一定非要用超高速 一定要用AI等级的高速传输 这样你懂吗 OK好来 那因为大厂呢 把它产能都用到哪边 慢慢转到DDR5去了 所以原本的DDR4的产能 供给就掉下来了 供给掉下来了 那反而这样会造成怎么样 造成DDR4如果 DDR4如果说一旦怎么样 需求拉上来的时候 可是库存又不够 因为这几个月可能建议 一直在消库存消库存嘛 那你消到最后的时候 市场上还是需要啊 还是需要 那你现在又没有存货 又没库存 那就要开始怎么样 涨价 所以同样的道理 我刚给你解释了 那DDR3也是一样 大家常往DDR5去 然后呢 我们的华邦 南亚科做的是DDR4 甚至更早DDR3 都没人要做了 那你现在手上 如果还有DDR3库存的人 或者还是具有量产DDR3能力的公司 那正好现在的Waver Waver厂的这个 晶圆代工厂的这个价格又掉下来了 那你的库存又去化了 所以就有机会怎么样 再营收 再营接一波新的营收成长动能 再加上昨天跟你讲要降息了 要降息了怎么样 整个景气就复苏起来了 那景气复苏起来的话 过去可能我跟各位讲说 我们看好车用公控 因为过去这一两年 如果你跟我持续做车用公控 你不会亏到钱 即使消费型电子一直往下跌 可是车用跟公控的市场 还是都一直不错 对不对 一直都不错 所以业绩都不会差到哪 那到了明年 今天整个消费型电子 现在手机也都回来了 消费型电子也都回来的时候 那百花齐放 所以这些还没涨到的 或者在底部还有补涨空间的公司呢 就怎么样 就还有机会 甚至会引来新一轮的大多头 所以我从我这个产业的逻辑 花点时间来跟各位做个分析 我想今天我刚刚各位讲到说 除了DDR5 除了HBM的这个记忆体 那我们刚刚是不是提到一个MCP MCP的这个概念 那什么是MCP呢 那它MCP叫做怎么样 多晶片的封装 Multi这个chip package 那其实MCP这个技术早就有了 跟现在所谓的这个先进封装 先进制程来讲的话 其实已经有好多年了 现在比如说现在手机里面的 很多的记忆体都是 这个几颗放在一起的 这就是走MCP叫多晶片封装 那节目下半段 我们会来跟各位讲一下 什么是MCP多晶片封装 然后台厂现在在这一块 会不会这一波迎来 在成熟制成消费型电子的复苏之后 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厂商 会迎来一波新的大多头 所以先跟各位预告下一段的节目 那如果你要看我们影音版的呢 记得加like 或者订阅我们的 谷海大丈夫YT频道 YouTube里面搜寻 谷海大丈夫陈建成 你就会看到我们的频道 好 就给他订阅下去 小铃铛打开 为什么要打开小铃铛 因为打开的话我们有新的影片上传 你就不会错过 刚刚跟你讲的 普瑞 佳基 银叶达 还有其实那天我还跟你讲什么 南亚科 还有讲什么 幽群 今天表现都非常棒 我们先进广告 谢谢各位 想听陈诚老师聊产业 聊心法 或是你想要和陈诚老师 聊聊您的股市人生 现在加入谷海大丈夫 Lite生活圈 小老鼠HIH888 或扫描标櫻幕上方QR Code 欢迎您一起来聊聊 好 欢迎回到谷海大丈夫 陈诚聊产业 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跟各位讲 什么叫多晶片封装 多晶片封装 那我这边有一张字卡 各位可以稍微来看一下 什么叫多晶片 基本上它就是把 把这个晶圆有没有 把它堆叠在一起 像这个是2DiceStack 两片把它叠在一起 叠在一起之后 再给它一起封装成 这个一颗 一个模组 那下面就是怎么样 有没有一个一个这个BGA板 然后再来 4Dice的 4Dice 那这样就这个 4片封装起来 这也是 然后再来看这个 8到12片 叠在一起 有没有 那这里面有什么 你可以看到 这有Net Flash 有没有 有什么样 有Nord Flash 不同的 不同的记忆体格式的晶片 给它怎么样 放在一起 好 那另外这个叫做什么 3D 有没有 3D堆叠 3D堆叠啊 3D堆叠的这一个 这个System in Package 3D堆叠的一个模组 可以看到这个 那这种是上下堆在一起 有没有 那这怎么样 这个晶片并在一起 这个晶片并在一起 晶片并在一起之后 一层下面再堆一层 所以为什么叫3D 已经算是立体的 同一层可以并在一起封装 然后呢 冰在一起封装之后 然后再怎么样 再上下堆叠在一起 所以各种形式都有 那我想这就是所谓的这个 多晶片组的封装 那各位导播回来一下 在传统上呢 可能大家就是 我原本就是一颗一颗 一颗一颗 然后呢 我们再透过印刷电路板 给它串联起来 但是因为技术越做越高 我的记忆体里面的 比如说我的层数越来越多 那我又要节省空间 我就没有办法像说 过去一个印刷电路板 我可以排好几颗 比如说现在手机这么 手机这么小一支 有没有 手机这么小一支 可是我里面又要放这个 这个处理器 我又要放这个记忆体 可是重点怎么样 整个手机里面现在 你要那个 要能够 待机好几天 你的电池要很大颗 所以 其他所有的IC 电路板等的零组件 都要非常的小 那非常小 就不能像以前这样 就是全部 都排在印刷电路板上 那 变成要把 所有的这几个IC 都给它 给它堆叠在一起 变成一小颗 所以就是多晶片模组的封装 就是MCTP 就是这个意思 ok 好那 讲到这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国内 做多晶片组的记忆体 跟机体相关的多晶片组的模组封砖的公司 的厂商有这个滑邦电 有滑邦电 那滑邦电 我们从它的官网来看 它有 这个就是说 它的 做法是 它把1.8 福特的这个内 记忆体跟1.8 福特的这个低功耗的低润 把它和封在同一个封装当中 好那两个 封在同一个封装中的好处就是可以怎么样 节省电路板的面积 这个我刚有跟各位带到 而且还可以降低整个系统的成本 比如说你的印刷电路板用的比较少了吧 有没有 好那 电路也少啊 机板少啊 那所以我们说 在很多非常在意系统空间的应用 那什么叫在意系统空间 我们讲IoT嘛 就是那种比如说你耳机要很小 对不对 耳机里面有没有记忆体 有耶 然后呢 手机也要很小啊 像穿戴装置啊 智慧表啊 都需要 所以 刚讲手机还有一些穿戴装置可惜是 它这样的多晶面封装就会具有优势 好那滑邦电 旺宏有没有 有 旺宏也有 比如说基于Node Flash的MCP的封装 还有基于NED NED BASS的MCP封装 跟这个滑邦电是一样 好那我想说 除此之外呢 还有什么 我们国内的记忆体厂商 我刚刚讲说 还有做南亚科 做这个记忆体晶片的 那还有一家公司呢 是金豪科 那金豪科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到说 DDR3 DDR4 那这两天 我们说这一段时间 预创大涨 预创也是做这个立基型记忆体的 然后呢 金豪科也是做立基型记忆体的 那我们今天就登对金豪科这家公司 来跟各位做一下介绍 我这边有一个记忆体的报价 两种规格 带各位看一下好了 好不好 这边有一个 我们先带各位看完报价 DDR4 8G 跟DDR4 4G 这是4G的 这是8G的 那我们刚刚讲说 今天的南亚华邦店 南亚科在涨什么 那你可以看到 从今年的9月 它还是在一个低点 那8G的是在8月一个低点 各位 你们有发现 其实从现在 他们已经怎么样 这几个月来它已经逐渐怎么样 逐渐上扬了 你有看到 所以这个是我们从这个 N平方的网站 找来的资料 所以因为价格上扬 一定是需求有价格才会上扬 那当然需求有价格上扬也有化 也有怎么样 也有这个有利于快速消化这个库存 所以我想下半年的这个 接下来的记忆体应该都是怎么样 稻吃甘蔗 那我要跟各位介绍一下金豪科这家公司 金豪科其实今年的低点在60 60附近 这两年低点 就去年10月低点在60附近 今天的股价收涨97.2 那我们看金豪科 金豪科本身就是利基型的记忆体 IC设计厂商 那因为过去那两年不是说集单 然后金元代工价格都涨 那因为完全没产能 所以那时候他们有欠一个LTA长约 那LTA长约到期 那到期就是说你要跟我下多少的量 如果你没有下到 那你就要付违约金 要付违约金 那因为今年去年一整年 去年下半年到今年的上半年 景况都不好 所以当初签的禅约 禅约要承诺要下的那些 这个金元的量 其实是没有符合合约要求的数量 那如果你没有符合你要怎么样 那你就要违约啊 就会付违约金 所以金豪科不就在第三季 第二季第三季都有很大的这个亏损 最主要就是去认列有没有 认列就是这个合约的亏损 但是呢如果说有机会冲回的话 那如果有机会冲回 那合金豪科就会从怎么样 他就会从大亏变成什么 大赚 那金豪科的产品包括特定型的D-Rain 那中间有什么 AS-Rain DDR PS-Rain D号的 店的Mobile D-Rain 然后另外呢 那在NetFlash这一块 包括NoteFlash跟NetFlash 那公司也提供所谓的 良品精力产品 还有多MCP的解决方案 那刚刚我跟各位讲 关于它的LTA长约 对不对 因为现在有机会怎么样 展延到明年 所以如果明年金豪科 他可以投足合约上的 因为展延嘛 本来可能要到今年年底 那如果代工厂 愿意跟他展延到明年 那明年如果金豪科 他有机会 可以投足合约上 议定的投片量的话 他就可以怎么样 冲回当初预先提列的5亿的金额 那这5亿就有回冲利益 因为当初是损失 现在回来回冲就变成 利益 业外的收益 那以第四季来讲 金豪科是怎么样 10跟11月营收都已经回到 10亿以上的水准 你们去看那个公告的水准 那如果以现在的 记忆体价格是报价是上涨的 然后库存去化的很快 我相信在单月营收他也都有怎么样 都有机会怎么样 持续成长上去 那因为产业趋势向上 那当然现在涨的比较快是标准型的 那利基型的会比较慢 比较慢但是还是有机会怎么样 还是怎么样 有机会为伏回温 所以我想最近记忆体的股价 看回不回的原因就在这边 那这是关于金豪科的部分 我们可以来带一下各位看一下 金豪科的股价 好来 这金豪科 今天的金豪科呢 涨了2.1 收96.2 今天最高来到98.5 那最近的金豪科 你可以看一下喔 他在11月有个高点拿到100出 有没有 可是以收盘价来讲 收盘价 近期收盘价的高点 在97.8 所以如果未来记忆体的这个涨势 价格涨势有机会持续下去的话 那我认为金豪科 他要挑战前波高是很有机会的 他如果要挑战这个前波高点的话 这里我觉得是很有机会的 再加上今天怎么样 烟有量 那虽然是有一个上影线 那当然这边 之前这边有套劳麦压 如果说这边的套劳麦压 它消化掉的话 股价就有机会怎么样 再一路向上 那当然我们可以来观察 导播回来一下 我们可以来观察 明额 现在12月了 对不对 12月中 到1月初 如果12月的营收 有再冲上来的话 那我相信他在挑战本波高点的机会 就还蛮大的 那当然其他的记忆体族群 当然也有机会 所以我想各位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记忆体是非常吃景气循环的 这一个产业 那如果最坏的已经过的话 那我认为在未来的两三年当中 记忆体都有机会再迎来一波新的大多头 好吗 今天的陈辰聊产业就跟各位聊到这 今天是礼拜五 我们祝各位周末休假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